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finally的负点和变化音的输入 同样,我们找到工具栏上面第七个指示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输入我们需要的负点和变化音了 好,所谓的负点,先讲负点 所有的负点都是负在一个音符的后面来决定它的长短 现在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二分音符再加上一个负点 这是同时输入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点击 这个地方就一个二分音符加上一个负点 那么就是三拍 然后在这以后呢,我们再要把这个取消 然后再加上一个一拍的 这才完成一个小节 然后同样,我们可以跟在四分音符后面 加上一个负点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拍半 一拍半完了以后呢,我们又把这个负点取消 然后再加上一个八分音符 就完成了两拍的 好,如果是我们在一个八分音符后面 加上一个负点 那么后面呢,我们结束了在一个十六分 上面 好,照此类推 这个是负点 所谓的负点就是要根据前面那个音符的这个实质 长度来决定的 好,这是负点的输入 然后就是变化音的输入 比如说我们要升一个音 或者降一个音 或者是还原一个音 好,这前面这个升号 降号和还原号 都是在预先 把它设置好的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音弹成一个 升A 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升号预先给它打好点 然后,把它往上面 点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音预先把它设置好 我现在要把这个 一 要把它降一个下来 一个音 我们就把这个一 先把它预置好 然后呢 这个还原号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加一个还原号 那么说,它是降1 把它变成还原1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还原号打成号 然后在这个上面搞一个还原1 这是第一 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说,它原来的乐谱上面 这个是个A调的话 那么说C,F,G 三个音是升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变成降 降下的这个音 还原这个音 怎么办呢? 就直接在这个M 或者是G上面 打上还原号 或者是C上面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C 搞一个还原号 同样,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西都写好了 有一个,这个是预先设置的升降号 然后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编辑的升降号 那我们先写上音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加上1分之1 那么就是个半个音 这是减去 半个音 二分之1是半个音的意思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这个以前写过的东西改变 改变成 比如说这个音 我要把这个音降下来 升高半个音 就把这个音搞上去了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音 要升上半个音 点击这个音就是了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音降下来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降下来减去 因为那边叫做minus 然后我们把这个音降下来半个音 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就是在后期编辑上用的 已经写好了 我们用这两个 好,这个变化音是一个升降还原 是预制好的 然后这个升半个音降半个音 这是编辑的后期 你已经写好了 再编辑上去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的这个地方 讲的负点 升号,降号,还原号 和升高以前写好的音 或者是降低半个 已经写好的音 好 再见 有不懂的 可以跟我联系 我还没看 哦 感谢观看